一天,黑姆师傅正在炉边烤火,因为刮风的原因,突然一个不小心直接扑到火里,结果黑姆师傅烧伤严重急需治疗,而他的儿子图腾射手打听道,在吉里之外的村子里,有位高手僵尸正在举行比武,只要打赢了这位高手僵尸,就可以获得一颗下界之星,从而拯救父亲,于是他叫上六个兄弟前来参加比武大赛,大家感觉哪些职务能赢呢? 请输入你感觉能赢的植物的序号 感觉僵尸能赢的请扣8,吃瓜群众请扣9 第一个挑战him的是图腾射手,图腾射手是用不死图腾做的,血量很高并且可以一次发射出三个图腾,像这样强烈的植物能否打败僵尸呢? him僵尸直接吃掉了图腾射手,直入失败 紧接着压缩TNT上场了,这次他所要对付的是速度很慢防御力很高的him僵尸,面对这样强烈的僵尸他仍在不慌不忙地发射,最后他能否打败him获得下界之星呢? 最后他只炸掉了传送门,没有伤到僵尸本体,植物失败 紧接着苦力帕基骑士上场,苦力帕基骑士发射的火药可以直接伤害僵尸本体,像这样厉害的植物能干掉僵尸吗? 可惜他不敌him僵尸,被吃掉了,植物再次失败 接着,气血投手参加了比赛,气血作为MC1.17新版本方块攻击僵尸时可以额外投出四个气血块 像这样厉害的植物很轻易地就打掉了him僵尸,植物获胜 小植物们,这次我不服,你们要是还能打败我,我就给你们消灭之星 第五个来挑战的植物是紫颂果苦力帕,它可以一次性发射五颗紫颂果 不过him僵尸走得很快,没过几秒就吃掉了紫颂果苦力帕 K.O. 接下来挑战him僵尸的是黄金大炮 你马上就要变成炮灰了 就这样,him僵尸成功躲过了大炮 植物再次失败,最后上场的是来自MC的紫水晶帝刺 你来日你来 我来了又会怎么样 最后植物获得了下界之星,并且救好了him师傅 好 好